过去有卢州黑龙江二名的鸭母港沟 多年来一直为人诟病 而在中央和地方投入了大笔经费之后 经过新北市政府三阶段整治 现在的状况已经改善很多 卢州区的鸭母港沟 是当地主要的排水干线之一 发源于三重区 沿着卢州跟五谷区的行政区域界线 排放到二重树红岛 鸭母港沟主要是作为都市排水用 目前它的主流是大概1.3公里 鸭水面积大概464公里 主要坐落就是收集三重卢州 以及五谷的市区排水 但是过去由于不当的排放废水 加上常有预计的问题 因此想要改善恶臭以及污染的状况 新北市政府分为三阶段来整治 因为鸭母港沟跟周边的居民生活 有息息相关 所以我们其实历经了大概超过10年的时间 针对鸭母港沟来做整治的工作 那分为三阶段的部分 因为鸭母港沟主要还是作为市区的排水使用 所以我们第一阶段一定是 先考量的是防洪安全跟互案 所以第一阶段的部分 我们就是针对防洪安全来互案做施作 以及周边的环境做一个简单的改善 第一阶段施工市府也同时考虑到污水截流的部分 因此在两岸也新设了污水截流馆 来提升原本河道的水质问题 慢慢降低二抽的情况 记者沈仲林锦鱼新北市采访报导